这是什么 这是舌头 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其实不用介绍多少 这个是眼睛 这个是什么 我们还拍个镜照 这什么呀 你们先戴手套吧 你们先戴手套吧 阿姨 拿一个手套 来吃牛娘 来做到抽着了 我们来不分的 你看我把它猪的那牙齿先掰开 这个是她舌头 那舌头是可以吃 没问题的 没办法接 舌头是很好吃的 这是舌头 这也讲究的 对 吃它也讲究方法的 那你吃不到的 你吃不到肉的 这是舌头 那你拍开吃后 肉最多的是这里 这里是兔的腮帮 这里肉是最多的 你们别看着我吃吗 你现在在示范吗 我有一点紧张老师 你先不吃这个车 你只要吃这个车吧 你也很像吃完 我 在广州没有这个车 没有没有 黄洞也没有 这五香还是辣的 这是辣的 这是塞巴 然后现在这里 然后最精髓的地方 是这里 兔的腮帮在这里 你要掰开 你掰开这种牙齿一样 你吃了十几年了 我也是后面 后面几年才才得到这个兔的腮帮 是成都特产吗 是成都特产吗 还是 然后你咬开这里之后 这里是兔的老水 你可以用这个筷子 就是说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兔的老水 这比较精华的 那这是精华 老大 老大 至少就聪明 OK 没问题 哈哈哈哈 这样吃几年了 差不多了 哦 就是吃这个老大 那这不吃了 要吃了 这里没肉了 这里 然后还有个地方 像 基本上没了 舌头 然后老水 腮帮子全部没了 这样只能让一个地方 就是眼睛 爱吃无吃都可以 要是可以 方面一个 就是说 如果有眼前毛的 应该是个女的 哈哈哈哈 不会吧 被你这样烤都已经糊了呀 你看 这样吃了之后呢 哦 眼睛也吃了 就没了 你看 这个空的了 哦 骨筋 哈哈哈哈 继续 吃辣的 完毕了 哦 这边是不辣的 这边是辣的 这边是辣的 这个是辣的 这个不吃太辣 是炸过的吗 还是烤的 没有 烤过的 烤过 全部高温消毒 首先把 哦 这个肚头啊 这个肚头啊 刚刚才从锅里面 这个肚头啊 是成都的一个牌子 就是说 卫生和这个质量 还有都是比较正规的 你怎么死手里 就是你们去的那地方 叫双流嘛 成都是双流回来的 它是双流 它专卖店 是比较卫生 正规的 可以打包 可以 你去机场 你可以打包 打到广州 因为我们每次回过 网络都会打包的